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Crystal 这是我的女儿 她叫Mini 她今年两岁半 Mini她最 头发最坏的时候就是 刚睡起来的时候 因为她有点自然觉 而且她现在是过度期 那头发就是会一直参差不齐 然后又会翘 那现在我就会使用一些 顺发液 还有吹风筋 把她头发稍微整理一下 梳开然后往内吹 首先我会拿那个顺发液 先把她头发喷湿 然后大概是围湿就好了 接着用吹风筋 把头发往内吹 吹顺 像这样子 然后注意 那个吹风筋不要太靠近头发 否则会伤小朋友的臊肢 而且会容易参差 也不要靠近头皮 这样子会对小朋友 对熱热度会伤害小朋友的头皮 前面本来是妹妹头 那因为太长我想把它留长 所以我会把她的刘海往旁边吹 不会刺到她的眼睛 然后部分就用梳子 像这种梳子 先固定好 然后往内这样吹 吹顺吹弯 早上起来赶时间的时候 我就会直接找一个 比较大的法式 然后直接夹明轩的前面的刘海 然后也是有一个造型 好了 那这样就可以赶着出门了 大家去上安清班或什么的 如果今天有点时间的话 我会先把米轩前面这块刘海的部分 把它编个小辫子 这样子也不会伤害到小朋友的视力 先把头发抓一小撮 然后分三等份 就是所谓的三骨边 然后慢慢顺下编下来 编到大概这个地方 好了 我们就拿橡皮筋 把它竖起来 三骨边编好之后 橡皮筋也竖好 把头发竖好之后 我们可以找一个法式 蝴蝶结 把它别上去 那刘海这边可以帮它稍微顺一下 短短的胎毛 可以帮它顺一下 这样就大功完成了 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小道具 像是小夹子 来专门可以夹它的前面的小刘海 就随便抓着一撮 一小撮这样夹起来 再来一个 就随心你想怎么夹就夹 这都是很简单的 这样子也是很可爱 米萱 喜不喜欢戴帽子 喜欢 那要不要挑一个帽子来戴 那我们就出去玩咯 去拿一个帽子来戴 哪一个 再加点帽子 这样就可以到户外野餐楼 米萱漂亮 漂亮 跟网友分享这些编法的小技巧 希望大家也有一些受用 然后对你们也有帮助 谢谢